穿著全套裝備在場上進行馬術比賽 他是馬術選手林建平 只是比賽還沒開始就先被打到受傷 幕後黑手他指控就是應事大亨徐安靜 被五個人包圍痛歐 林建平當下根本不敢反抗 事後報警提告 他控訴當時結束台中積分賽 就要到台北進行第二站 馬場負責人徐安靜說什麼也不讓他參賽 甚至在馬匹提檢時 還帶著五名標形壯汗出手動粗 讓林建平不得不先行退場 書協會的秘書長也有跟他講說 人家不歡迎你去你就不要去 他就要故意叫來來來 早在2009年林建平其實是徐安靜的馬場教練 兩年前出來自立門戶 雙方種下心結 林建平控訴這次被阻止出賽 也會影響到他全年度的排名成績 那這個教練剛好我用到差不多快兩年了 已經磨合的差不多了 用雙倍的價錢要來再來挖我的 是他們自己的人 讓我們馬場就是想要找工作 全國性比賽爆發爭議 選手全已受影響 馬叔協會當下卻選擇不干涉不處理 直到林建平控訴遭歐 體育署才對徐安靜進行口頭警告 只是因為私人恩怨影響到比賽公平性 前僱主和員工撕破臉 現在互告 槓上法院 記者楊中盛 蘇玉歡 新北市報道 記者 浩娃小 記者 林宗 林宗 辯 辯